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这么早就行了 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喝梦了 什么梦 新勇 你可不可以不要你家里人才欺负我了 我答应你 我们结婚吧 小月 喂 爸 我妈她生病了 你赶紧过来一趟 你妈病了 那你就好好照顾她呀 不行 我让你过来 而且十分钟之内必须出现 哎呀 我说小月 没这必要吧 你知道我跟你妈现在这关系 哎呀 我不听你说 我妈她现在烧得厉害 我等会儿得去上课请不了假 你要是十分钟之内不出现 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嘿 这孩子 怎么了 呦 十分钟 对不起 晓晓 我得马上过去一下 你资格把早饭吃了 我很快就回来 等我 啊 我 晓晓 怎么回事啊 刚好十分钟 还算你准事 哎呀 我问你妈怎么回事 得什么病了 你不会自己上我看看呀 哎 你摸摸 这都烧得多少度了 呦 不行 温度太高了 得去医院 啊 来 晓晓 帮我妈 来 慢点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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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啊 哎 快 你收拾一下东西啊 好 怎么了 啊 发高手 刮号了吗 没呢 先去刮刮号吧 哎 好嘞 晓晓 看着你了啊 哎 去刮号 给他量一下 去刮号 看着你 只要牵着你 只要牵着你手 牵地 并不是被断感情 都爱的甜蜜 拉过手指的诺言 可在心里 有时候 也会任性 不动用心 去体谅你 我始终都相信 有你 我和你 我不想只是朋友的关系 还爱着你 你说我需要一点时间 就能适应 当初的承诺 你随风消失在你的心前里 让我安静地躲在角落里 忘记你 并不是每段感情 都爱的甜蜜 那手指的诺言 可在心里 有时候也会任性 不动用心 去体谅你 我始终都相信 有你 我和你 我不想只是朋友的关系 哲悦 你扶你妈进去吧 我先走了 今天辛苦你了 要不然进屋坐一会儿 不了 我还有事呢 那行 谢谢了 不客气 爸 那你慢点啊 哎 在世界里 让我安静地躲在角落里 忘记你 你指间反流的温度 还那么地熟悉 你 你的面容 还那么清晰 还那么清晰 他就叫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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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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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一个人啊 这是甜点 我女朋友 这个是王娇娇 我一个朋友 你好 要不你先吃 我们到那边去了 好啊 拜拜 好啊 喂 丁丁 算了 你们别提了 我们回去说吧 什么 她前妻病了 她就扔下你回去了 她什么意思呀 这离婚不离家呀 她不会是想拿你气的前妻想复婚的吧 不会的 我见过她前妻 还是在她家里看到的呢 她当她前妻面还挺糊弱的 那就是藕断丝连 没力透 没力彻底 这个我倒感觉好像有点像 可是她我到他们家去以后 她前妻还跑到家里去跟我示威 我就觉得 她前妻肯定是想跟秦勇复婚 那秦勇怎么说 秦勇说 说她前妻挺恨她的 所以她俩不会复婚 可是我总觉得她好像没说实话呢 怎么样 我就说吧 你现在的敌人不是她妈和她女儿 就是她前妻 二叔男人这点最烦人了 她前妻不搭理她还好 这要搭理她呀 以后有你守得了 你说 你说现在她怎么都这样啊 两个人离婚了 就分开就得了 像陌生人一样多好 可能还无断思练的呀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吵架的时候俩人是敌人 这分开了呀 往日的恩情就涌上心头了 男人嘛 最自私了 嘴里吃着面包 还想吃蛋糕 最好左拥右抱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菜气飘飘 不会吧 秦勇跟我承诺过的 说她肯定不会跟她前妻夫婚吧 水 伟月 其实你爸还挺关心我的啊 废话 我爸一直就挺关心你的 我怎么没感觉啊 那是因为你神经短路 我爸他一多细心周到的男人啊 原来你冷你热 你咳你饿他多在意啊 你在外边做生意 心情不好活下就发脾气 我爸还忍着 拼命地开解你哄你 你呢 你倒好 说着说着去把这枪头对准我爸 把气肉撒我爸身上 他忍我是因为他没本事 我比他有本事 你有本事现在弄得孤家寡人一个 我爸他没本事 他没本事 他能找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回家 找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我要是想找个小伙子 随叫随到 行了 那你去叫啊 去去去去去 支持你爸跟那个小狐狸结婚去 我发现你可真是不是好人心啊 我明知道你跟我爸之间的问题 你的责任最大 我还在这帮着你复婚 那就是因为你是我亲妈 要婚上别人我才不管呢 我爸他有了新的爱情新的生活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赶紧高兴去 别在我眼前晃 我看你就烦 行 我看你我还烦呢我 这面线 承诺就是一个骗子 说给一个傻子听的 你这样呢 傻子 来了 来了 我去开门啊 嗯 没机油 好了吗 婷婷 娇家在家吗 她不是去那儿了吗 哦 我呢刚才出去有半点事 回到家她就不在了 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那她就是去到前男友家了 前 前男友 嗯 不是 我没听她说过她有前男友啊 你不会还指望她跟你初恋吧 那 那倒不是 不是她现在跟前男友来往了 不是来往怎么了 嗯 就兴你跟你前妻来往 就不兴我们教育跟她前男友来往了 好 我不是这意思啊 那行吧 嗯 麻烦你啊 等她回来 你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这话呢 我肯定帮您带到 但至于她回不回啊 我就管不着了 那行 谢谢你啊 再见 唉 谁让你说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啊 你就是这孩子知道啊 就行她有她去处 不行扭你下家啊 弄得好 谁比谁优越似的 可是我明明没有跟前男友在一块啊 你这么说不是让人误会吗 我回头怎么跟人解释啊 不是 你干嘛解释 你凭什么解释啊 他扔下你一个人是找前妻了 他解释了吗 他 他 他给我打电话了 我这个没接吗 事他已经做了 啊 然后再回来解释 请求原谅 有意思吗 我跟你说啊 别跟他解释 他如果主动问你 你就这么跟他说 你不跟你前妻来往了 我也就不跟我前男友来往 你这样不好吧 这不成 这也不成威胁了吗 我说想好好跟你在一块呢 你认真 他也得认真呢 你要让他明白 你要让他明白 你不是一棵大树 一辈子不挪窝 在这儿等他一个人 啊 他想来来想走走 哼 他拥有整片森林 你就他一个 傻呀你 有钱他了不起 哎呀 如果你再这么放纵他下去啊 那才离分手不远了呢 必须给他个下马尾 你让他知道 他如果在乎你呀 关心你呀 自然而然 他就有分寸了 哎呀 好麻烦啊 好了好了 别烦了 嗯 好 明天等着我带你去打针啊 不打了让我去死吧 反正也没人待进我 你看看你这样 哪个男的能喜欢你啊 不喜欢就不喜欢 谁稀罕啊 小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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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 我正在医院里 没来及接你电话 我现在过来找你了 可你不在 能尽快跟我联系吗 小脑子 明立啊 嗯 你说 你那么懂恋爱 你怎么不贪恋爱 就是因为太懂才不贪的 这什么逻辑啊 你没听过一句话呀 凑土豆的不吃土豆 做冰淇淋他不吃冰淇淋 他卖牛奶的不喝牛奶 他养猪的不敢吃猪肉 因为他们 太知道里面肮脏的门道 我呢 从前男人是我的养气 再后来呢 就变成了二氧化碳 现在啊 完全是毒气了 那你还让我结婚 我拦着你 你就不结了啊 我跟狗说 使脏不能吃 信吗 说谁是狗呢 我呢 已经看破红尘了 你呢 现在是红尘滚滚的 嗯 也是 不过年纪轻轻的 不谈恋爱干什么呀 都无聊了 要不说这老白马他有福气呢 现在像你这么年轻漂亮 啊 让男人垂鲜三尺的姑娘 还这么相信爱情 守身如玉 已经是稀有品种了 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谈恋爱 那才让我恶心呢 我有感情洁癖 给你给提个信啊 嗯 如果你要是真爱老白马的话 以后你在他前妻面前 就不能太怯了 他是历史 你是现在和未来 他都人老猪黄 你风华正茂 现在正好的时候 要有自信知道吗 嗯 什么他女儿啊 他前妻啊 他妈啊 那都是纸老虎 不堪一击 看不看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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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